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4年6月4号 杨承林出生于台北 她的父母是做生意的 她家家境一般 为了节水 杨承林被教导小便两次才能冲一次马桶 她的父亲兜里有两个铜字 就会流连烟花柳巷荒废了前程 14岁那年 父亲经商失败 一夜破产 留下一千多万台币的负债之后 丢下杨承林母女三人便一走了之 母亲姐姐杨承林 三个无依无靠的女人 此时此刻也只能抱头痛哭 感叹时间的不公平 可哭过之后 那一摊烂摊子还在 所以还在华庚艺术学校上课的杨承林被逼得一夜长大 历时一年摘掉牙套的杨承林 终于在一个年代健康美上语的歌唱比赛中 展露头角 并顺利签约到一家博德曼唱评公司 那一年 15岁的杨承林离开了校园 也离开了自己的男友小鬼黄鸿生 一头扎进娱乐圈的杨承林 被攻三排与三个同他一样青春活力的女孩 以女子偶像组合的方式正式出道 并取名Fall in Love 与此同时 另一组女子偶像组合SHE也横空出世 随后两大女子组合火力全开 拼了个头破血流 最终SHE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金举奖最佳新人奖 而杨承林的四人组合一顿忙活之后 仅仅收获了三个粉丝 粉丝签售会结束后 他们四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坐在车里抱头痛哭 于是杨承林擦干了泪水 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那时候台湾偶像剧盛行 杨承林绞尽脑汁终于蹭到了流星花园的热度 虽然只是一个女配角 可小优这个角色却带给杨承林无限的希望 可希望还没降临 公司的裁员名单却出来了 杨承林的女子组合还没来得及发布第二张专辑就被公司丢弃了 而杨承林自然也不会给自己喘息的机会 他再次削尽了脑袋 挤进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舞台上 与吴宗宪宪阿雅搭档成为了综艺节目《我猜》的代班主持人 在这里他一代就是四年 可这四年他一刻也没有闲着 他一边主持节目 一边利用空档跑去拍戏 从爱情白皮书到恶魔在身边 再到原位的夏天等等 这个一心想红的女孩终于红了 与此同时 他的第二任男友也闪亮登场了 邱泽一个长相帅气的大男孩 与杨承林一起合作原位的夏天时 两人阴系生情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可两人的恋情却遭到了杨承林家人以及朋友们的强烈反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邱泽太过于花心 且喜怒无常 经常借故不理杨承林 相恋近八个月 俩人见面都不到十次 不仅如此 邱泽还在分手后爆料了杨承林许多私事 这样的分手方式似乎任何一个女人也接受不了 与邱泽分手后 他又和阿奔传出恋情 没想到媒体又爆出与邱泽交往之前 俩人就已经在一起了 和俞文乐在一起拍戏 俩人经常累到汗流浃背 尤其是在床戏的时候更是认真 原本只需要几个镜头就能完成的床戏 俩人默契的合作下 三两个小时才能结束 俞文乐与杨承林的认真 让对方身上布满了咖喱机 剧组都认为俩人是假戏真作 杨承林曾被台湾媒体称情场玩家 一脚踏两只船的高手 除了半可爱装弱弱博取男方恋爱外 更会主动出击投怀送抱 杨承林解释说 无论对爱情或者男人都不抱信心 只喜欢新鲜感 宁气的上升 杨承林开始在综艺圈发展 发誓要成为全能艺人 然而人总是在得意的时候忘形 这一年 杨承林与吴宗宪一起主持我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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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 节目中 献哥问杨承林知道抗日战争打了多少年吗 杨承林回答 十一年吗 吴宗宪惊呆告诉他八年 杨承林随口说 才八年呀 很轻蔑的态度 为了缓解尴尬 他竟然开心大笑 吴宗宪更加惊愕了 对杨承林说 八年还而已 你这是什么心态吗 难怪人家日本人说我们东亚病夫 杨承林本以为这只是段子 但是他内心中的那种无知 与对历史的不认真 是发自内心的不在乎 随后当得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 才忍杀害我四十万同胞时 他回答 才四十万 遭到网友集体炮轰和抵制 当时没多少人在意杨承林的言行 因为那会儿他还不是很轰 2004年 杨承林在拍摄《恶魔在身边》时 与贺军祥因为合饭 两人擦出火花随即坠入爱河 两人在2007年的时候还送过内裤当作生日礼物 杨承林更大方地表示 自己最喜欢和他接吻 大赞他稳共最好 两人在戏里的尺度非常大 贺军祥拖得直升内裤 与杨承林床上激战 但是戏里的爱情在戏外相互试探几次之后 喜欢长期的杨承林马上就与袁骏豪搞上了 两人见过家长 还把婚约提前了 但是当时杨承林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所以就没有早早结婚 而是选择了分手 之后杨承林与李薇的弟弟李毅相恋 2009年 杨承林短暂的缺爱之后 遇上了罗志祥 两人合作海派天心 罗志祥是很会花活的男人 与女星之间 只要是他看上的就没有能逃出腿下的人 杨承林这会儿没有男友 正中了罗志祥的吓坏 后来上综艺被问到两人的关系 罗志祥说 杨承林很紧 最让人震惊的是杨承林被包养的传闻 台湾名嘴许盛梅暗指有外表清纯的天后 被富商富子保养 令众人哗然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得到实锤 但是对杨承林的名誉影响却非常大 2011年 杨承林与张孝权积稳被拍 而后澄清是拍戏 戏里的杨承林尺度大解放 跪地替张孝权服务 这一年杨承林与王阳明已经秘密相恋了 两人一起乘机去美国见家长 好事将近 坊间还曾传过他曾是同性恋 为爱剪掉多年的长发 虽然这些传言真假难辩 但他这些年的感情经历却是真实的混乱 这段可以结构的爱情之后 杨承林选择了以事业为重 最主要的是内地市场 网友慢慢的就忘记了他曾经的才八年呀 2014年 结束了上一段感情后的杨承林 代表公司出现在了李荣浩在台湾的新专辑发布会上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小眼尖的男生竟然成为了杨承林的终结者 自从在发布会上见了杨承林一面之后 李荣浩便成为了台湾的常客 有时候他专程跑过去 只是为了陪杨承林吃一顿饭 直到2017年 杨承林作为李荣浩的演唱会嘉宾 被李荣浩用突如其来的一个吻 关讯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偷亲得逞的李荣浩 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而被男友偷亲的杨承林虽然羞红了脸 可幸福却挂在了脸上 那一年他们结婚了 在对的时间 杨承林终于遇上了对的人 不过领完证后 这对的感情就从小甜剧变成虐心剧了 众所周知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 大家的生活都遭受了不小的冲击 李荣浩和杨承林这种内地和台湾联姻的夫妇更是如此 疫情爆发第一年 杨承林是在李荣浩老家安徽顾的年 但疫情稍微好转后 杨承林就回台湾了 李荣浩继续留在内地工作 估计两人都没想到 这一别后 再见面已经是300多天以后吧 语气中的客气和陌生感也是惊到了大家 而杨承林就连李荣浩受了这事 都是听别人说的 杨承林和妈妈相依为命了几十年 妈妈在台北生活了一辈子 来内地肯定不适应 杨承林不可能抛下她 这可能就是他们俩一直分居的最大原因吧 两人都是成年人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何况杨承林还曾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最后能下定决心结婚 想来结婚时就已经方方面面都考虑清楚 说好了以后的相处模式 其实比起300多天不见还让人震惊的是 李荣浩曾在节目中 谈起和杨承林两地分居状态时 自曝两人在很久没有见面的情况下 也不会视频 300多天也就视频一两次 都是靠语音文字保持联系 节目嘉宾都忍不住调侃李荣浩 你们这是败把子吗 但他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 他们夫妻不要求对方一定要在自己视线范围内 杨承林也很理解 虽然听起来很反传统 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但夫妻双方能接受 也未尝不可 至于李荣浩出轨极克俊逸 听起来确实扯 不过能传出绯闻 也不是完全没来由 极克俊逸在浪姐中自曝 曾是李荣浩的粉丝 很疯狂的那种 手机封面是他 每天要听李老师的歌才能入睡 不过他跟很多迷妹粉也没啥不一样 偶像结婚就脱粉换偶像了 当时杨承林也在场 笑称极克俊逸太现实 所谓的不雅视频画面 其实是之前女网红林小宅和男朋友的照片 并非李荣浩和极克俊逸 昨天李荣浩发布微博澄清谣言 并表示证据已经留存 律师正在处理 看得出来李荣浩非常生气 而世界另一方杰作俊逸 则表现得更为简单直接 他的微博只有两个字 假的 留言区也出现了杨承林的身影 他发了两个拥抱的表情 极克俊逸的回复则是两张落泪的脸 看得出来他也是非常委屈 杨承林说 不气不气 太假了 根本没人性 生活是自己的 关起门来过日子 怎么舒服 怎么来呗 好 好